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十六年 全看到了 你先生有问题 外面有女人 听得懂吗 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了 讲嘛就讲 没人认识你的了 对啊 我那时候我外婆死了 回去她出来她就对我 对你很不好啦 因为她有个女的啦 你怎么对她好 她也不喜欢你 因为你是老婆老婆 因为你老了 这个婆婆 我还不相信 我还以为跟那个女的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看见了吗 大家会看不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们要问这类问题之后 最好告诉我 我老公坐在下面 我就不讲了 他没有坐在下面 他在奥地利 什么 他没有在下面 他在奥地利 那应该属于半斤 他们就半斤 明白了吗 所以现在你要开始要干净 她一定更干净 明白不明白啊 你现在台长教你一个方法 把你老公念回来好不好 我记下来 我记下来 大悲咒用不着你记的 边上有人帮你记的 好吧 姐姐咒四十九遍 明白吗 礼佛念三遍 好吧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放心好了 你老公虽然有这个 有一个女的 但是她还不愿意跟你离婚 听得懂吗 因为你有一个孩子 跟她有一个孩子 没爸爸 所以她不会跟你离婚 而且呢 这个女的呢 跟她现在关系非同一般了 可能会给她有一个孩子 这是前世命中有的 听得懂吗 嗯 紧张啊 一下子发呆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 不念经的 最好不要告诉她 她现在跟别人有一个孩子啊 你们知道 不学佛不念经的人就是这种样子 所以学佛念经的人就不会这种样子 听得懂吗 我说 你不要紧张 你也用不着去找人去检查的 她的命中会跟人家 另外一个女人会有一个孩子 听得懂吗 哎 这种人不能讲得太多 讲得太多不好 那我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身上啊 你有啊 你有钓过孩子啊 嗯 听得懂吗 听懂 嗯 我要念几张小房子给她 你数什么 数码 哇 你年轻的时候很活泼欸 你还会有点艺术细胞 你还会小时候还会跳舞 我不会跳舞 小时的时候有点艺术细胞 会画图吗 不会 或者跳舞啊 或者搞音乐啊 这些不会的 她有音乐细胞的 嗯 会唱歌吗 我很少去 那个我有少去 我又没说你去卡拉OK不好 我就说你有音乐细胞 因为我看这匹马的图腾 欢快的不得了 一直在跳来跳去 明白了吗 哎 你用不着在我面前坦白的 跟我没关系的 明白了吗 那我要念多少上小房子 你现在把老公要念回来的话 你至少小房子要念87张 好吗 然后把你自己身体念念好 因为我看你现在肾亏 你的肾脏非常不好 你的腰啊 整天酸痛 对 我有时候这里腰就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看见了吗 还有再讲一句给你听听好吧 我告诉你啊 你的前面我看见有刀口 肚子前面 你动过小手术的 那我没动过 有吗 没有 就是在你这个部位 没有动过 没有啊 你等等啊 当中偏幼一点点 真的没有 查过 查 查过有什么东西吗 医生说你这个地方疼痛有过 帮你查过没有啊 没有 他只是说我腹枯现在有水泡里面 看见了不啦 水泡不是东西啊 哎呀 听得懂了吗 所以好好修啦 你这个人这个很差劲的 你的心心 你的心经要多念念 明白了吗 你很傻的 你老公要骗骗你的话太容易了 好嘞 那好 我想问一下我芒果的外婆 那个吴外玉 你外婆叫什么名字 孤月福的福 股什麼 孤背玉 孤 Advisor 孤世的玉 孤吉尼念 孤吉尼念 你外婆是吧 头也是小的 脸瘦瘦的个子不高 头发往后梳的 花白 对对对 她倒蛮好 她人家修到阿修罗到了 阿修留到了 我把她念小房子二十来张 你就被她念上去了 你这么厉害啊 那你赶快把你老公念回来 好好念心心了 好了 阿修罗到再给她多加一点金 就到天上去了 你这个外婆在你们家里 吃了一辈子的苦 非常吃苦耐劳的人 什么都能做 做饭做菜做得好得不得了 记性也很好的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嘞 感谢